有自己的做法 過去的話太嚴格 現在的話又太鬆 那我們會依照整個疫情的狀況 如果疫情很緊急 我們不見得要三分之一 我們就馬上停班 停課 停學 那這個東西我們會視我們彰化縣 自己的疫情的狀況來做相關的一個宣布 那你認為現在的疫情的話 有覺得怎樣的危機性 或是說覺得比較難去掌握的部分嗎 因為現在是人流的關係 你看北部也非常嚴重 南部也一直在燒 那我們目前 目前我們在彰化縣是可控的一個範圍 那在這個部分我們還是會依照我們的疫情的實際的狀況 那來做相關的一個處置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也會多在徵詢我們家長跟我們學校大家的一個意見 那但是我們還是會視我們整體的一個疫情狀況 來做這個相關的滾動式的一個調整 那所以還是還會是還是會配合中央的 中央的 中央的部分嗎 我下去我接下來 我們目前還是跟進教育部就對了 我們過去的防疫規範是很嚴格 那現在是過於鬆 那因為我們12歲以下的小朋友是完全沒有打疫苗的 那這是大家比較擔心的 那我們也會跟家長跟老師們多做相關的一個意見的了解 但是最主要我們會是我們本縣的整個的疫情的狀況 來做滾動式的一個修正 如果他的疫情狀況很嚴重 其實不到三分之一 我們就會全部跟他停辦停學了 這個部分我們絕對會用專業的部分來考量 可是我們彰化這邊自己宣布就對了 我們是家園版的 那你覺得雲林縣張立山縣長的做法 何不何以再彰化 我們會是我們自己的疫情的狀況 來做滾動式 我們還是要相信專業 那專業的說該停了 我們就全停了 也不限得送你十三班 或者說兩班的兩個人的一個限制 我們會依照我們的疫情的狀況來做滾動式的一個調整 那現在二季那邊的話大家可以控制 好的控制 下午兩點半跟大家做說明 還有一段時間 我們會再試一下 還會試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